我是高高在上的晋阳公主 从小到大都顺风顺水 直到外出凭乱的竹马 霍瑶带回来一个孤女 京城所有人口中 那个桀骜不逊 只甘为我一人折腰的少将军 此刻将他牢牢护在身后 他说 云阳是户 可怜至极 我必要一生保护他 还请公主不要欺负他 后来我才知道 他本就为复仇而来 原因是我三年前 一句此人轻薄的断言 害他无辜的哥哥失去性命 所以 他攀附上霍瑶 想让我也尝一尝 被夺走至亲至爱之人的痛苦 可他不知道 全是这种东西 攀附手段得来的都不牢靠 只有握在自己手中的才作数 霍瑶平复叛乱回京的那天 是一年之中雪最大的日子 公主府的车架从人群中穿过 我坐在车中闭目养神 听着沿途赶去凑热闹的百姓 谈论霍瑶此次平乱的事 婢女阿喜只有16岁 性子活翻一些 听了外头言语中几乎将想马 描述成个三头六臂的怪物 他不由转头问一旁的河湘 河湘姐姐从前有没有见过想马 是不是真如百姓们说的那样三头六臂 河湘行武出身 评宿话少 有人问起 却也愿意答上两句 许多年前见过 也是两只眼睛一张嘴 非要说起来 无非就是魁梧一些罢了 阿喜闻言 不由有些失落 车外的百姓越说越兴起 又扯到霍瑶的意识上来 真要说起 霍小将军今年也二十有三了 不知道可有婚配了 这却是你孤陋寡闻了 霍小将军与靖阳公主轻为竹马 整个京城还有谁不知晓吗 此话一出 立马便有人附和起来 对对 说到这个 我倒想起来一事 前些年皇家巡猎 公主的车架从朱雀大街经过 谁知道半途上车轮坏了 公主只得下车 另换一个座架 结果 你们猜怎么着 这人卖起关子来 被旁边人几次催促 这才笑嘻嘻继续道 谁知 霍小将军连公主的车缘太高 怕她跳下来崴了脚 竟然半跪在地 让公主踩着她的膝盖下车 人群中历时轰声四起 很快便有人好奇起 公主殿下究竟如何添姿果色 竟然叫桀骜不驯的霍小将军 甘愿这样伏地坐小 阿喜在车内听得连连点头 仿佛鱼有容焉 那是自然 我们殿下美如神奇 天仙下凡一般 文言 我放下手中翻看的战报 台眸扫了她一眼 诞声道 马上便要到了 你将我一场拿来 再将那瓶里插的梅花 也一并抱来 阿喜一听 不敢多说闲话了 连连点头应试 我拥紧喝场 将梅花枝抱在怀里 下了车静止走进酒楼当中 此番霍摇平乱归京 压戒了大小草扣后 在宣的门外 只待天子一声令下 他便要压着他们进京 这样的热闹 京中已经许多年不曾见了 因而 无论高官显贵 还是平头百姓 这一日都拥到朱雀大街上 争先恐后 想来瞧一瞧这排场 我早料到今日 于是提前让阿喜 订了酒楼上的雅厅 到时霍摇起码进京 我站在这里 一眼就能瞧见他 顺便将这只梅花置给他 我轻轻辅了辅怀中的梅花 说起来 公主府中的这丛绿恶梅 还是霍摇亲手种下的 临行前 她来府中看我 望着干瘪的梅花树 颇为遗憾地对我说 不知为何 自我把这株梅花 移到这里来 她就一回也没开过花 殿下 霍摇轻轻叫了我一声 双目惊亮地看向我 我此次出去平乱 回来时便约莫要到冬月了 若今年这梅花开了 殿下便折一只来接我好不好 谁也没想到 霍摇无心的一句话 竟然真的催开了梅花 为时一刻 城门大开 街上的百姓都骚动起来 有兵士上前屈人 将百姓都赶到路边 不多时就清出了一条宽敞大路 我知道这是霍摇快到了 于是站起身来 往路窗走去 外头依旧飘着细雪 河湘追上前来 为我撑开伞 她摇摇跳向路径头 看见昭彰的旗帜 轻声道 好大一个霍字 真为武的排场 霍家几代人为朝廷政府四方 有这样的排场也是霍家应得 我口中话音一落 楼下围观的百姓彻底沸腾起来 看见了看见了 霍小将军骑马来了 打头那匹乌黑的神骏 就是小将军的坐骑吧 没错 霍小将军的爱居正是通体漆黑 只是 这人话音一落 嗓子如被什么东西 紧紧扼住了 不只有他 当场许多百姓都忽然进了声 原因无他 只因半刻钟以前 他们口中那个桀骜不逊 唯独对靖阳公主情根深种的霍小将军 此时此刻 怀中竟然拥着一位女子 有知晓我行径的 已经开始偷瞄着眼瞥我 企图从我脸上看出些许端倪 而我只是站在楼上 面色依旧平静 只是看着霍家军队的方向 直至霍瑶的马匹经过楼下 他似有所感 抬头朝我望来 望见是我 他眼中略过一丝惊讶 而我也彻底看清了他怀里的人 他怀中的女人一身雪白的肌肤 被火红的胡肠裹在当中 越发显得眼亮唇红 如同一团焰火扑江过来 果然是个十足动人的美人 见我的目光看向那女子 霍瑶的手足有片刻的慌乱 他下意识拥紧了她 眼睛却仍旧不卑不亢 朝我看来 目录防备 姿态戒严 仿佛我下一瞬就要做出什么恶事 我呼绝无趣 轻轻吃出一声 手中一松 梅花枝脱手落下 只是并不是如玉仙一样落在霍瑶身上 而是孤零零垂在地上 被我毫不留情地抬脚掠过了 那天过后 我没打算再见霍瑶 却没想到货家的帖子先递到了我的岸上 彼时我正在看一份南方的底报 上头说苏杭朱棣突降暴雪 雪势之大意于往年 致使太湖断行 港口风冻 如今苏杭存粮日息 百姓可谓危在旦夕 我眉头紧锁 心中揣估着 父皇大约要派遣一些能人南下赈灾 于是草拟了一份章程准备成地上去 待忙完这一切 我才终于注意到阿喜手里捧着的那张请柬 我随意结果展开一看 原来是霍瑶的母亲请我过府去吃茶 见我面色不渝 阿喜顿时机灵地道 公主若是不想去 婢子便找个借口回了汝阳侯夫人的邀请 我将请柬随手一抛 无妨 她既然邀了 我便去吧 正好我另外有事要与霍瑶说 何湘和阿喜伴着我登上马车 一路驶向汝阳侯府 车架停在侯府门口 我让何湘留在车中 自己则带着阿喜往府内走 门房上的人都认得我 因此并未多家阻拦 但我绝没想到 一进霍府 见到的便是霍瑶被汝阳鞭吃的场面 逆子 你口出什么狂言 公主殿下带你情深义重 你怎可将一姑女带到她面前去 如此折辱殿下的声明 霍瑶赤裸着上身跪在雪地里 皮肉冻得通红 闻言 她牙关紧咬 抬起眼只是坐在轮椅上的汝阳吼 嗓音吭腔 丝毫不退 我从不曾爱慕晋阳殿下 从前只为君臣之间的敬重 并不存有半点男女私情 她顿了顿 接着道 更何况 这次平乱途中 虽是我救了云娘一命 可后来我为草寇的流石所伤 若非云娘日也不顾 悉心照料 我岂能苟活至今日 再说 晋阳殿下性格强势 非而自良配 即便娶不成云娘 我也断不会上公主的 从她负责二人的话语中 我拼凑出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那女子名叫江之云 家中被匪徒所掠 只活下她一个 霍瑶评判路上偶然见到她 便将她收留在身边 起初 霍瑶身边的兵族还会暗地里 取笑江之云不自量力 毕竟霍瑶与我感情甚堵的是 整个京城人人都知道 但谁也没料到 不到半个月 霍瑶便因她的日夜叹怀 对她上了心 之后重伤期间 忙她悉心照顾 她一颗心便彻底沦陷了 我远远站着 冷眼看着汝阳侯 被霍瑶说出的话 气得不轻 她不良于行 坐在轮鱼上 艰难地朝前挪动两步 才将鞭子狠狠抽在霍瑶身上 你这个不孝的混账 乳羊猴气得哼吃哼吃 不住地喘着粗气 我这才恍然想起 这位汝阳侯曾经在战场上伤了双腿 十余年前的汝阳侯 还是现在这位侯爷的亲兄长 一场战役过后 前任汝阳侯惨死疆场 活下来的这位虽逃出性命 却也落下了残疾 如此良将忠臣 我真怕将她气出个什么好歹 正在思索要不要让阿喜上去 递张帕子让她缓一缓 等顺过了气再接着骂 旁边便忽然闪出一道人影 死死护在了霍瑶身上 你个老东西 当真老糊涂了 这是你的犊子啊 你怎么下得去这么狠的手 我定睛一看 原来正是下铁邀我汝阳侯夫人 她哭哭啼啼地叱骂着汝阳侯 又恍然回过头来朝我的方向看了一眼 戚戚爱爱道 原来是殿下到了 怎么不进来做 我立马反应过来她邀请我的真正用意 无非是想搏我心软 好叫我替霍瑶在汝阳侯跟前求个情 即使我再心狠一点 并不愿意为她求情 碍于我在场 汝阳侯也不会继续发作了 想到这里 我微微一笑 是本宫来的不是时候 并不知晓侯爷正在训诫后辈 若无别事 本宫就先离去了 请侯爷继续 叨扰之处 下回再与侯爷赔罪 此话一出 汝阳侯夫妇的面色同时僵了 殿下且慢 汝阳侯夫人不管不顾 上前两步拦在我身前 此举一出 他才意识到冒犯 连忙让开身子 殿下恕罪 臣妇一时心急 这才冒犯了殿下 他嘴唇捏如着 急于为霍瑶找个借口 殿下与我儿一同长大 他待殿下的真心日月可见 只是一时为人所获 还请殿下给他个机会 然而 我的注意并未在他身上 反而察觉到周边有一道目光 死死盯着我 似乎要把我烧成灰烬 深深刻进谷歇里 我皱眉 寻着视线探过去 却只看到江之云那张漂亮又无辜的脸 他不知道何时小跑了出来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与霍瑶并排 雪颊上挂着晶莹分明的泪珠 将军好冲动 云娘卑贱如泥 本不直当将军为我挨着苦楚 霍瑶联系地将他拢在怀里 我既然心愿你 自然要给你最好的一切 哪怕他是公主也不能折辱你 我站在原地 只觉匪夷所思 我才来了他霍府没多久 龙公说了还没两句话 怎么又变成我折辱别人了 思极此 我不由一府长 霍小将军少血口污人 本宫心胸豁明 从来不屑折辱他人 江姑娘若依你之故 平白遭人白眼 那也是你懦夫无能 少叫本宫为你担责 霍瑶一愣 似乎没想过我会这样骂他 面色一时冷下来 定定看着我 汝阳侯夫人见我和霍瑶之间 并不思他设想的那般和好如初 反倒还有些剑拔弩张的味道 当即失了分寸 怒目看向江之云 都怪你个小贱人 若非你勾引我儿 他又怎会和公主离心 说话间 一个巴掌就要落到江之云脸上 我眉头一皱 叫了一声阿喜 阿喜闻言 飞快两步上前 止住了汝阳侯夫人的动作 殿下跟前 汝阳侯夫人竟敢动手打人 未免太罔顾天界的颜面了 汝阳侯夫人手掌将在半空 求助一般看向我 我却掠过他的目光 直直看向霍瑶 霍瑶 你随本宫出来 霍瑶一听 立马防备地看向我 我已心属云娘 还请殿下不要纠缠了 一听这话 我额脚一阵阵跳起来 到底没忍住 上前提起一脚狠狠踹在他肩头 少自作多情 本宫过来这一趟 权威父皇召你进宫 至于你这个不值钱的霍小将军 就是将来撞死在本宫的车架前 本宫也不会再多看你一眼 说完 我不再多看他一眼 拂袖朝外走去 霍瑶还是乖乖进了宫 毕竟的确是皇帝召见 我并没有框他 一路上 他几次张口 不知想同我说些什么 都被我假装没看见给逼过去了 等到进了立正殿 一道小小的身影朝我扑来 黄姑姑 你都好久没进宫来看我了 霍瑶一见来人 立马拱手行礼 见过黄太孙殿下 这人正是我已故的太子兄长的独子秦悟 不过六岁至零 就已被封做了太孙 听见霍瑶的剑礼 秦悟这才转头看向他 原来是霍将军 他冲霍瑶拱了拱手 霍将军凭乱有功 黄祖府正在里头等你 你便先进去吧 霍瑶点点头朝里走去 我正准备跟上 却忽然被秦悟抓住了袖子 黄姑姑 霍将军进去竖直 你就不要跟着了 留下来陪我玩吧 我朝内殿的方向看了一眼 伸手去拨秦悟 拽住我衣袖的手 悟而乖 姑姑虽是同霍将军 一同来见父皇 却不是为了同一件事 我另外有事要禀告 秦悟不满的浓浓嘴 什么事都叫别人去办 黄姑姑只用陪我玩就好了 剑劝不动秦悟 我不准备再耐下性子 接着哄他 左右环顾一圈 终于发现 负责看顾秦悟的工人 正后在不远处 我扬声将他们叫来 又低头对秦悟说 这事儿必得姑姑亲自去做 没人会比姑姑做得更好 进了内殿 我一眼便看到 霍瑶被刺坐在一侧 而正位上的人正是我的父皇 父皇身体因着早年的操累 而亏空的厉害 如今虽止到天命之年 两鬓却滑发扳生 整个人显得老太隆重 他坐在玉岸后方 低头正翻阅着什么 我走了进去 矮身行过礼 父皇见我来 笑着将我招到他身边 想 你来 瞧瞧霍卿递上来的折子 我接过一看 简单翻了两下 竟然是一份极其完备的章程 讲的是平乱过后 要如何处置草扣 安抚当地百姓的事 我心中微微一压 翻阅的动作也逐渐认真起来 通篇看下来后 我一发确信 拟定这份章程的人 颇有些理政才能 就是不知道 霍瑶身边什么时候 有的这等人才 是的 即使这上头每一个字 都是他亲笔所写 但凭我对霍瑶 近二十年的了解来看 这里头的内容 绝不是他自己能想出来的 霍瑶还在下面侃侃谈起来 此次所掳得一杆草扣 虽是罔顾朝廷章法 但莫将叹其原委 才知是当地府台横征爆脸 鱼肉百姓 许多人是走投无路 才落草为寇的 所以依臣所言 这些人不宜大成 反而更宜昭安 他堂堂一段话说完 父皇一抚恤汉手 朝他投去一个赞许的目光 从前我和你父亲总笑说 你这小子冲动善武 只知打仗而不通事物 现在一看 你倒是多有长进 霍瑶一听 不知为何转眼看向我 开口问道 不知殿下如何想的 我合上折子 平静地看向他 这份章程上索你的 对百姓的抚恤一结上加 至于在处置这些草扣的方面 却稍有不足 这些人虽是被逼无奈落草为寇 但他们也曾切切实实 劫掠过往商人 压迫当地百姓 若对这样的一干人 反而以高官厚禄招安 反倒有堕朝廷威夷 较罹难的百姓心寒 较其余的百姓效仿 依本朝律 落草为寇以谋反罪处 家族中十六岁以上者连坐 处以绞刑 十五以下 及母女妻妾均没奴及 若未彰显朝廷敏续之恩 不如免去连坐之法 只将主犯销售 其余者发还原籍 再对罹难者家眷 另行陪付 霍瑶一愣 一时没说出话来 黑沉着脸低下头去 还是父皇站出来打圆场 好了好了 你二人都不是小孩了 怎么还如从前那样 争执不休 其实朕这次叫你们来 另有要事吩咐 霍瑶一听 连忙起身拱手 愿凭陛下差遣 父皇将一叠奏书帝给霍瑶看 这是这段时日以来 南方朱棣遭逢暴雪的灾情 其中有以苏杭为甚 朕日夜忧思 师不下宴 便想着派个人过去替朕探视灾情 抚慰百姓 霍瑶以为是要派自己前去 连忙推辞道 霍瑶只会打仗 霍瑶一到可谓半点不通 父皇呵呵一笑 霍灾之事不劳你费心 朕准备派进阳公主前去 霍瑶诧异地抬起眼看我 至于霍清你 便带好你的霍家军 保护公主安危 毕竟灾身变故 朕怕引起什么动乱 这话一出 霍瑶彻底黑了脸 他厌恶地扫了我一眼 仿佛是我利用权势 逼迫他与我同去一般 但 他的不快有什么用呢 霍瑶无法反驳皇帝的金口预言 只得站起身来 屈辱地硬下了 霍瑶走后 我还留在父皇案前 为他细致言没 刚才对着霍瑶和蔼地笑了那许久 他已然疲惫不堪 因此 在看向我的眼神中 不免带上几分帝王的威严与淡漠 香儿 此番南下震灾一事 你可有把握 我没了没 玄机微笑道 请父皇放心 父皇常常叹了口气 父皇这身子一日不如一日了 乌儿却还那么小 你五弟又那样野心勃勃 朕实在放心不下 他口中的五弟 正是德飞所出的齐王秦广 秦广一向野心勃勃 就盯着这个地位不放 好容易熬到太子兄长去世 谁知父皇竟然掠过了 其余的一众皇子 直接立了六岁的秦悟为太孙 不过想来也对 毕竟父皇眼里的孩子永远只有太子兄长一个 兄长没了 他也不会再考虑其他人 香儿 父皇眼神突然一灵 直勾勾盯着我 你和太子乃同母所生 是乌儿的亲姑姑 父皇将来冰天 变为有你能辅正 这次南下 希望你不要叫父皇失望 父皇才好放心将乌儿交到你手上 我神色一正 恭谨应试 从皇宫回府以后 我就告诉了阿喜要南下的事 阿喜一愣 眼泪就巴达巴达往下掉 苏杭现在多危险呀 陛下怎么舍得叫公主亲自去呢 他一边替我收拾行囊 一边哭诉道 公主金枝玉叶 不知道瘦不瘦得了那苦楚 不成 到时我得与公主寸步不离 闻一言 我抬头看了阿喜一眼 这次我南下 只带何香一人前去 你在家中守好就行 阿喜呀出一声 刚想多摇我几句 我便已叫着何香进了书房 书房中 我将霍瑶的章程给他看 低声道 这章程你瞧瞧 我总觉得 这东西不是他能写出来的东西 我心中有个怀疑的人 你有机会去探探他的虚实 何香迟一道 公主的意思是 江之云江姑娘 我点点头 霍瑶身边的人我都熟识 只有一个江之云是忽然冒出来的 由不得我不怀疑他 我靠在椅背上 想了想 又到 多朝他过往的事去查 看看他身边是否有亲眷 有人之类的 与我曾有过节 我回想起之前在霍府时 他看我的眼神 我的直觉 向来很准 他的眼神 绝不像是因为 喜欢霍瑶 而对我生出的疾恨 而是另一种早已有知的刻骨恨意 究竟有什么地方开罪了他呢 我勾了勾唇 心中不由生出些欣慰 倘若查出他真有这般理正的才能 殿下会当如何 我眉尾异扬 笑眼看向何香 自然是想办法招纳他 为我所用 何香眉头紧簇 殿下这是养虎为患 我又是一笑 起身离了书房 临走前留一下句 可是 你也是我养的虎 自古兵家行事 向来讲究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赈灾不同于打仗 却也差不离了 临行以前 我领皇命 亲自抽掉了 京畿附近州府的存粮 令鸭梁官自官道东向入徐州 再转进淮阴走路路入苏行 安排好一切后 我带上和香 又点了公主府中得力的主部 社人 长使 这才下令南下 霍瑶领兵在城外后我 见我随行者众多 不由冷哼一声 怪枪怪到开口 到底是金枝玉叶的靖阳公主 就连奉旨赈灾 也改不掉交涉淫义的脾气 她说得冠冕堂皇 可惜全没在点上 恰恰相反 这次南下赈灾 我力求轻装减刑 连贴身服饰的阿喜都没戴 而长使等人全是为了助我 处理震灾当中的琐碎数物等 我领皇命南下 父皇自然清点了朝臣与我同行 他的目的是考教我是否有能力为情无辅证 可出于另一种矛盾心理 他又不希望我将事情办得太过完备 因此给的全是些庸碌之辈 但对于我来说 这次赈灾我势必做到尽善尽美 我不欲与霍瑶争辩 视线扫到与他同其的美人身上 微微笑道 不比霍小将军 奉命护行也抛不下温香软玉 霍瑶脸色一清 张了张口想要分辨什么 我却已驱马走开了 赈灾队伍日夜急行 没多久就到了居阳附近 江之云身子雷若 除开第一日被霍瑶抱坐在马背上 后来几日军权在马车里度日 霍瑶添购马车那日 曾来问我是否要同乘马车 我皱眉不语 驾马来到江之云窗前 霍瑶顿时紧张起来 张口就道 马车全是我的主意 还请殿下不要为难他 我全当他是镇空气 扣开车窗后 垂眼看向里面的江之云道 你腿上有急 江之云一愣 旋即抬起一张秀美的面甲 满脸戒备地看着我 我掏出怀中的药瓶 抛进车里 也不管他捡没捡 只丢下一句话 围扬天朝地诗 久坐基柱旁边的确一击封尸 你自己好好调理 别等将来落下更严重的毛病 江之云脸色彻底变了 队伍又往前行进树里 天色渐暗 我正准备下令就地休整 偶然一抬头 却发现不远处的林间有 一星火光一闪而过 我心中一灵 寻着火光看去 目光刚落在林中 一根箭矢便破空而来 直直冲向我的面门 我以马避开 箭矢闲掐着我鬓脚飞过去 队伍见我遇袭 立马骚动起来 保护殿下 折伏的人见偷袭无果 竟然齐齐冲将过来 一时之间竟有十数人之多 这些人自然无法与千人之重的 霍家军相提并论 但他们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 一朝一世不要命一般 其余方向都不顾 只专心往我这处攻 眼看其中一个独眼的大刀 就要劈到我的马前 一板银枪却从邪腊刺出 挑飞了独眼的大刀 更是反手一枪 只取了对方性命 殿下 你不要紧吧 来人竟是霍遥 他拍马赶到 半边脸颊染了血痕 红白相衬 显得一双黑沾沾的眼瞳 格外分明 而他满眼关切 不似作假 就如同还是从前那个 对我一片赤诚的霍遥 我无意识地皱了皱眉 只听他说 这些人不要命一样 我先护着殿下 过去避一避 他一面来拉我的缰绳 一面横出长枪 将另一个刺客 格挡出去击齿远 正在这时 远处忽而传来一声女子惊呼 霍遥一愣 抬眼望去 正是江之云的马车方向 将军救我 这些人要来杀我 他下意识看向我 我冷声道 天子令汝阳侯世子 护卫晋阳公主 镇府苏杭 世子是要抗指吗 他攥着缰绳的手紧了紧 我明显看出他手背上凸起的青色筋络 他此刻十分纠结 但几夕之后 霍遥下定决心一般 将缰绳一抛 殿下千金之躯 若无我 自然还有无数将士会保护您 可是云娘只有我一个 还请殿下恕罪 说吧 他回身去寻江之云了 望着霍遥离去的背影 我说不上多么难过 只是有些失望 连锦尊皇命都做不到了武将 还有什么重用的价值吗 我在心中摇摇头 将他的名字彻底划去了 没了霍遥 刺客更嚣张地朝我攻来 但我并不觉得惊慌是错 他霍遥会武 我一样会 至少自保不成问题 我抽出腰中长剑 养身隔住了一枚毒钉 用力击返回去 正中那刺客没心 刺客双目圆睁 直挺挺倒下 至死都不明白 为什么传闻中意 文志剑长的静阳公主武功 也同样出色 其余刺客见同党越死越多 行为也越加疯狂起来 我这边的将士 隐有难知的迹象 一道声音却突然破空而来 殿下 来人正是何香 女子长枪半身 矫健凌厉 一杆红鹰枪 急如银蛇 寒光一裂 直直将两名刺客 刺了个对穿 其余几人对视一眼 君朝他扑去 何香也名手快 挑开最前头那人 又将枪头狠狠刺出去 眼见他几乎要将人都杀尽了 我连忙开口 留火口 何香眸光一灵 卸掉最后一人下的河 取出他齿颊中的毒囊 再用绳索将他捆覆起来 压到我面前 霍瑶翼解决了那边的刺客 见我这边动静平息 微微犹豫了一下 静又朝我这处走过来 何香背对霍瑶 察觉到他的脚步声 便抬起头看向我 殿下 我已将刺客擒回 就先退下了 我点点头让他离去 霍瑶走近的时候 何香早已远去 他朝何香的背影深深看了一眼 又冲我道 我怎么不知 殿下身边还有功夫这样俊的人 我没回答他的问题 只将长剑收回翘中 冷眼看他 霍将军管得未免推宽 不如先担心一下 自身如何向父皇交代独职的事 我收回视线 驱马向前走去 只留下一句话 居阳附近只有低矮丘陵 并无天险可守 不似能滋养草扣的地方 霍将军若有心 不妨提审一下这名刺客 兴许有戴罪立功的机会 当晚 队伍就地安盈 吃过晚饭以后 我回到主帐 吹灭了灯 侧卧在榻上闭目养神 不知过了多久 就在我以为自己揣过错了的时候 外头终于想起细微的动静来 傍晚时落了一场雪 雪是不大 在地上都没激起来 但天地间的一切 却因这场淡雪被浇得记悄悄的 显得内形脚步声尤为清晰 我依旧闭着眼睛不动声色 扬装自己熟睡的模样 脚步声停在我踏前 不知又沉默几时 终于下定决心 一般扬起手中寒光 正是这时 我忽然睁开双眼 反手擒住来人的手腕 使力向后拗去 那人吃痛 被迫顺着我的力道侧身 终于支撑不住 松开匕首 我站起身来 将来落在地上的匕首踢远 重新点燃一只竹台 逼近那人的脸 江之云江姑娘 果然是你 跌坐在地上的人 正是江之云 依旧是一张雪静的脸庞 少了些在霍摇面前的楚楚隐隐 此刻怒目看向我 眼中全是浓得划不开的恨意 你早就知道是我 你使记炸我 他反应过来 连忙朝银杖内各处看去 我挑了挑眉 江姑娘在找什么 霍摇摇 你以为我设这个局 只是 为了让霍摇 看清你的真面目 从而回心转意吗 难道不是吗 他恨恨道 世人都说你和霍摇 青梅竹马 感情甚堵 这些天以来 我还当你真的不在意呢 没想到 我遗憾地对他摇了摇手 叫你失望了 但是霍摇当真不在这里 江之云一呆 有些摸不清我的目的了 我将烛台放在暗头 低声道 可惜了 本宫是真心要对你好的 知你腿有救急 还特意为你寻要 你怎么忍心要来杀本宫呢 我呸 你的要我怎么敢用 在你们这些达官显贵眼里 我们这些平民 就像路边的野犬 不赏一脚都是好事 又如何会真心想帮我 我挑眉看他 这么说 你真是围阳人士 江之云面色微变 吸了吸唇 什么也没有说 江之云 围阳人士 父母早亡 与兄长相依为命 已记住为供养兄长读书 后来兄长病故 不知怎么流落到山西 为前去评匪患的祸谣所救 我一字一句说完 河湘查到的江之云的身世 临了 我仍旧满眼疑惑 即便如此 我还是不明白 你究竟恨我什么 江之云却四下被点着了 他怒声道 公主殿下贵人多忘事 两年前您游学志为阳 做了什么事难道记不清了吗 我顺着他的话认真回忆 两年前 我的确掩去身份 在维阳游学过 我还隐约记得 那时的府台赵大人 虽是庚子年的两榜近世出身 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败类 他在维阳理政期间 与当地豪富勾结 斯满下一处矿山 又以权势 胁迫当地劳力为他采矿 若到人不够时 男女老幼皆不能免 偌大一个矿山底下不知埋了多少远古 后来我女扮男装 亲入矿山 又扮作婢女入他官邸 一一收集了罪证地到天子家前 他件事情败露 竟欲杀我 我才表露公主身份 调了附近的兵族来护卫 这才勉强逃过一劫 说吧 我似笑非笑地看了江之云一眼 我所记得的唯有这些 莫非这却惹了江姑娘不快 江之云神色一时呆住 似乎也陷入回忆 梁九才捏如这唇半岛 我 我知晓公主 在大势飞上于为养百姓有恩 可即使这样 你也不能肆意害我兄长性命 他的话起先还有些磕半 到了最后一句 已然底色十足了 他双目通红地看着我 当日您替为养百姓做主 百姓深感您的恩德 便苦留您在为养多庭几日 您去了穷花关中赏完穷花 我兄长也恰在那日去了那处贩卖字画 不知怎么便冒犯了公主尊驾 让公主吃她一个读书人轻薄冒犯 还令人将她打出去 可怜我兄长身体雷弱 竟然就此去了 可是高高在上的公主殿下您 居然半分也不记得此事了 说完这些 姜之云好似彻底松了一口气 忽然嗤笑了一声 我原先以为 殿下与霍将军感情甚堵 只要我抢走了霍将军便可叫您痛心 将来何愁没有报复机会 现在想想 公主殿下当真冷心冷血 一个霍将军 竟半点撼动不了您的心 我冷眼看着满脸颓色的姜之云 突然开口道 我没害过你兄长 他文言一刹 抬起头来死死盯着我 我诞生道 当日的确有一灯徒子 使进入穷花关预饶我 我及时叫来护卫 又关他身体雷弱 特意免去他冒犯公主的仗责 指令人将他抬出去 江之云先是一愣 旋即冷哼一声 这是我未亲眼见过 还不是人公主如何说了 他闭了闭眼 决然道 先前行刺乱世中没叫公主允命 如今刺杀也不成 我现在落在你手里 你要杀要寡随意好了 他顿了顿 忽然又笑 就是不知霍瑶知道以后 会不会更加艳增于你 即便公主殿下不在意 能给您稍稍添一添堵 也是很好的 我目光沉沉看着他 就在他欲捡起匕首自吻时 忽然上前一把夺走了他的匕首 江之云 你动脑子想想 我当时以公主之嫁造访穷花关 等闲百姓岂有误入之理 你兄长却那么好 恰恰惊了我的架 该问的是他居心是何 江之云一致 下一瞬却又叫嚷起来 我与兄长一同长大 他的为人脾性我如何不知晓 你要杀我就动手 何必这般侮辱我兄长 我反手将匕首狠狠制出杖子 是不是污蔑你心中应当有了分别 不必自欺欺人 我伸手将他拉起来 本宫也不要你死 而是另有事情嘱托给你 戴罪立功 他倾巢地看向我 可惜你冤死我兄长 否则你仗下此刻 便会多我兄长那样 一元能臣 我双目指示他 一字一句 可是这里没有江之云的兄长 只有江之云 送走江之云后一夜浅眠 第二日 我起得很早 召来随行的公主府摄人 问他昨日捉住的那名刺客 审讯得如何了 摄人面色为难 禀殿下 那名刺客 昨夜受不住刑罚 已经畏罪自裁了 我谋光一寒 还没说些什么 霍瑶便在我的帐外开口了 殿下 人马已经修整好了 现在即可启程 我站起身来拨杖出去 对上的就是霍瑶那张俊逸的脸 刚才那身恭敬的通传 只是他为人臣的修养 这会儿只有我们两人对峙 他彻底卸下敬意 霍瑶眉目冷淡 看着我道 殿下盯着我做什么 不会还为 昨天我就云娘一事怨我吧 他语气仿佛满是失望 你堂堂公主 竟然小气致辞 从前我当真是看错了你 我微微一笑 没与他赤缠这个话头 反而开口道 前有护驾不力 后又让活捉的刺客自裁了 霍将军做的这一桩装饰 倒不似什么酒精沙场的大将军 就连村口的小儿过来恐怕也做得比你好上百倍 你与其在这里僭越吵嘴 不如想想回京以后要如何向父皇陈情 话落 我不再多看一眼他发青的脸色 静止离开了 人马修整好了 即将要上路 江之云那边却传来他身体抱养 恐怕不能再与我们同行了 霍瑶心疼的不行 连忙赤重金为他在附近寻了个歇脚的客舍 又抱着他轻言软语的安抚了好一会儿 这才依依不舍地回了队伍 我周遭已有霍家军一起 他们的少将军意气用事 将这样一个麻烦一同带上 害得形成拖慢的事 我却微微勾了勾唇 善解人意地允了江之云离开 军队人声顿指 看向我的眼神也更为真挚不少 又过了数日 我带着震灾的人马以及户型的霍家军 终于抵达了苏航 我到的这天依旧下着大雪 雪片额毛式的飞渺 灰蒙蒙白茫茫的 几乎叫人难以辨路 在官道上迎接的是苏航的医音官员 为首的正是府台刘勉 他见人来 连忙拎起官服迎了过来 道中摔了个嘴啃泥 却又忙爬起来 堆了满脸的笑 原来是静阳道了 叫舅父好等啊 我看着他一脸谄媚的模样 漠然点了点头 没错 刘勉除却担任府台以外 还是宫里得飞的亲兄长 齐王秦广的亲娘舅 我与太子兄长都是已故的皇后所出 本来与他无甚血缘 但看在秦广面子上 也让他舔脸自称了生舅父 霍瑶下令军队驻扎在城外 我则让何湘与霍家军一同留在城外 又点起几个朝官和公主府的能力 这才跟着刘勉一同进城去 一路上 刘勉显得颇为殷勤 又为我撑伞 又提醒我当心狡猾 就恨不能跪下去用官袍为我扫血了 但我始终一副淡淡模样 掐住他停下喘气的功夫 过问起赈灾的细致情况来 刘勉依旧一副弥勒佛的笑面 托陛下和公主的福气 赈灾的粮食前几日就到了 从太湖港口卸的货 这会儿已经做成热米粥 每无礼地设一粥棚 分发给受灾百姓 我眸光一寒 似笑非笑地看向刘勉 可当真 自然当真 殿下请入城一官便知 苏杭的一众大小官吏陪着我入城 一路上风雪漫天 道路两旁门户紧闭 刘勉倒想冲上来给我撑伞 却被我白白手推开了 我看着脚下平整的街面 刘勉仿佛看出我所想 连忙打道 本来路上是有雪的 奈何踩踏的人多了 早就踩实了 成了滑不溜秋的冰壳子 舅父想着来此领用赈灾粮的人里 老弱妇孺必不会少 于是早早地让衙门里的小丽 拿产的产去了 我点点头 终于露出一个上算和善的笑 你倒是心系 又走过一段路 遇到了第一个州棚 百姓在冒着白气的棚前排起长龙 最前头的是一对母子 刚从发粥的小丽那里 领到两碗浓稠香甜的白粥 见到浩浩荡荡一群人来 妇人一惊 连忙将还没喝两口的周晚 交到儿子手上 冲上前扑通跪下 恭恭敬敬地行了个大礼 见过府台大人 见过公主殿下 多谢贵人们的恩德庇佑 才叫我们穷苦老百姓 能在这雪灾中得救 妇人面目清秀 只是身上山子脏污了些 倒显出些落魄模样 我张了张口 还不等问些什么 刘勉就摇摇手让夫人带着儿子离去了 我皱眉不语 刘勉却显得很是开怀 公主亲眼瞧见 可算信了 舅父虽然愚笨 照张办事 却还是会的 公主的章程写得极好 衙门里照着上头去办 如今也算勉强安定了百姓 就等到十大雪一停 百姓们恢复生计 便给公主做一个万民伞带回京城 好叫陛下奖赏公主的功劳 我被带到官邸 刘勉将她妻女一并画了出来 令她们好生陪侍我 刘勉的妻子是位宗氏郡主 我依照辈分叫了生姑母 她眉目弯笑着 上前要来掺我的手 我往旁避开了 本宫向来不喜生人进旁 请姑母见谅 这处有长使服饰就好了 她嗷一声 并不在意 旋即又笑说 府里还有一处暖房 里头不知开着多少冬日 见不到的奇花异会 她领着我去看花房 不远不近地介绍着 我却无心看花 只侧头对长使轻声道 这里的事恐怕没这么简单 朝廷的赈灾粮恐怕根本没到苏行 长使一惊 恶然道 殿下的意思是 我冷静分析 苏行眼下连日大雪 早使太湖断行 港口风冻 所以朝廷的赈灾粮 最开始就是走的路路 而刘勉却说 是在太湖泄的火 那那些周鹏和百姓 我又冷笑一声 那个妇人面颊淫润 且见着我跟刘勉 就直呼公主 辅台 可不像个没见识的穷苦百姓 总之 我淡淡道 你领人 这几日多四处探访 以下各处 另外 夜间时候 悄悄把账内府点军叫来 我另有事吩咐给他 有赏到夜间 刘勉大摆了一场沿袭 说是为了给我们接风洗尘 他将一行人带到府内正厅 又让我坐在上座 拍拍手就有一群锦衣婢女鱼贯而入 不多时 面前的石岸上就摆满了家药相传 我心里记挂着是 迟迟没动筷子 这时有一小丝匆匆进来 贴在下手的刘勉耳边说了什么 我习过午 耳力也不差 轻易便听到那小丝说的是 大人 这边的菜肴可要送一份去林仙阁那边 刘勉眉眉毛一抖 低声骂道 蠢货 这种事情还拿来问我 这边有吃食 那边岂能不送 那小丝连连硬着是退下了 我收回视线 杨作什么也不知道 刘勉见我食欲不佳 以为我嫌弃食物粗俭 又道 殿下吃惯了宫廷佳肴的 恐怕用不惯我们小地方上的野素 也罢 舅父倒还有样东西要呈给公主 您看了这个 兴许能胃口好些 多吃些东西 他拍拍手 历时便有几个长身玉力的翩翩狼 走进厅来 为首的那个更是肤白纯红 色弱小月明亮 他身上别着把软件 一到厅中便恭敬行了礼 见过各位贵人 小人是岳方许荣岳 愿为贵人见舞一曲助兴 我眉头紧锁 视线扫过他腰间 数种猜想迎上心头 不由自主便伸手按紧了藏在袖间的匕首 好在过程比我想象中要和谐 并没有什么俗套的刺杀桥段 他说舞剑 也就真的只是舞剑 一舞吧 便听话地退在一旁 刘勉笑呵呵出声 这位许郎可是我们苏行有名的脚 今日舅父将他献给公主 陪公主这几日在苏行各处消遣 若合议了就一并带回京城去 还请公主笑纳 我还没出声 稍显寂静的厅内便传来一声突兀的烈词声音 众人寻声看去 却发现那人是霍摇 他捏碎了酒盏 手上鲜血淋漓 眼睛却阴沉不定地盯着我 一眨不眨 仿佛怕我要说出什么违逆他心意的话 我又将视线投向刘勉 见他也一瞬不错地盯着我 生怕我不接受一样 我微微一笑 既然是刘大人的心意 本宫就恭敬不如从命 收下了 夜深 我将许荣月带回了房内 他年纪还不大 做事都有些举促 只站在原地 呆呆叫我殿下 我笑了笑 吹灭昏暗烛火 将他招过来 他扭泥地在床脚坐下 我往他的方向靠了靠 温热的气息扑在他脖梗下 他急轻地喘了一下 正是这个间隙 我一个手刀将他批晕了 望着歪倒在床上的男子 我叹了口气 转身朝外走去 和我猜的一样 这个许荣月虽然会见武 可武功却不通 不然也不会被我一个手刀劈晕 这人单有一张脸能看 恐怕只是用来乱我心神的 并没有其他什么监视作用 这叫我接下来的很多行动方便不少 我朝外走去 正要去另个房间换一身变形的衣裳出门 谁知一出门 阴影里却陡然钻出一个人 那人死死抓住我的手腕 将我拖到檐下 殿下 霍瑶一身酒气 语气痛苦 我们青梅竹马 感情这么好 你为什么要让那个裴孝的小白脸 进你的房 我嗅见他身上难闻的酒味 怒上心头 狠狠一个耳光抽了过去 将他脸颊扇了半片 霍瑶 你是什么东西 敢来质问我 青梅竹马 狗屁的青梅竹马 你把姜之云带回来 跪在雪地里 求汝阳侯云你 娶他的时候 怎么不说 本宫和你是一起长大的 霍瑶唇半微动 急忙解释 殿下 这是另有隐情 我 话到这里 他却停住 无论如何 不愿意往下说了 我满目嘲讽地看向他 霍小将军 还有什么隐情要说 若无别话 就别拉拽着本宫 许郎还在房中 等本宫回去呢 霍瑶神色一通 即使只有微弱昏暗的狼灯 也能瞧见他眼底的酸楚 殿下 不是地 现在还不是时候 你在等等我 我总有一天会向你坦白的 他越说越笃定 整个人焕发出奇异的光彩 仿佛我真的接受了 他这场苍白的忏悔一样 我周眉看着他 只敢他用力握了握我的手腕 头也不回地转身而去 霍瑶这一番突如其来的发疯 实属将我吓得不轻 我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 确认霍瑶已走 也无人继续盯烧我 这才换上便衣翻墙出门了 我始终不相信 刘勉是真的权力救济灾民 那些所谓灾民 很可能是他使人伪装的 倘若我真的是个养尊处优的公主 或许真能叫他欺瞒过去 但我却真正游学过天下四方 知道真正的灾民 真正的苦痛是什么样 冷月落在青砖地上 如同抹了一层白霜 我避开城中的通达大道 着意往偏僻处寻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我多次找寻无果之后 终于在一处破败的城隍庙 看到个面黄激瘦的妇人正欲自意 我吓了一跳 连忙上前去将他救下 不禁立声喝道 你做什么 人的性命生而宝贵 你做什么要倾鉴自己 妇人一正 泪水素素地落 雨中全是清朝之意 她关我行头 以为是游侠 便道 女侠游走江湖 自在快意 自然不知道我等贫苦百姓的艰辛 苏杭遭了这样大的血灾 家中的存粮日渐稀薄了 恐怕再撑不过几日了 我已活了这岁数 再没什么留恋 倒不如一死了之 还能剩下半日口粮与我女儿吃 她还那么小 绝不能就此白白饿死 妇人情真意切 双甲冻得通红 泪水也凉做了冰茶子 我心中大痛 从怀中摸出半袋夜间沿袭中吃剩的糕点 递到她手中 请你务必支撑下去 朝廷的赈灾粮已在路上了 不出三日就要到苏杭了 那妇人茫然 当真 朝廷真的还记挂着我们 粮食也不会叫刘府台摊去了 我咬牙 恨声道 绝对不会 我以性命向你们保证 一日天色冷晴 我同样起了的大早 公主府社人首先来见我 把苏杭州府的布局 一一与我说了个清楚 末了 又补一句 府中似有座高阁 叫林仙阁的 我官知似乎有人居住 应当是个男子 身份兴许还不低 文言 我颇感兴趣的调了调眉 不等细问 刘勉的声音便从远处传来 殿下 殿下 他依旧是一副 笑语艳艳的谄媚样 殿下昨夜睡得可安稳 我淡扫他一眼 也笑 尚可 许荣月这时也从房里走出 乖巧地站在我身后 不知是不是怕被留免责怪 他也没说 昨夜被我打晕的事 自始至终 都在扮演一个 尽职尽责的花瓶 今日天宫放晴 下官和苏杭一众官员 为殿下准备了宾夕 就在太湖上 还请殿下赏面一官 我走出官邸 去了刘勉 为我准备的教育 上了公主府长使 为我牵来的马匹 多谢刘大人好意 不过在赏宾夕之前 我也有个人准备 让刘大人见一见 我眼光一瞥 就有公主府侍从 推上来一个妇人 妇人跪在我马前 黑发垂在脸颊 始终不肯抬起眼来 还是刘勉神色失控 惊出一声 你怎么在这儿 刘大人想必认出来了吧 我一字一句 这不正是昨日那个 所谓受灾的苏杭百姓吗 刘勉膝头一软 殿下 本宫现在没时间与你扯皮 待本宫取了苏杭的官僚 安抚了灾民 再来致你违抗皇命 私住灾粮 以家必充灾民 蒙骗本宫的事 说吧 我就要带人驾马离去 谁知 刘勉静不要命似的扑上来 脸上也不负此前的谄媚笑意 公主止步 她咬牙 即便您现在去了粮仓 里头也没有粮食 粮食根本没入苏杭 早就拐道去了 齐王丰帝淮南 公主莫在执着了 齐王殿下才是真正的天命之主 倘若您就此收手 不再为了太孙那个小儿与齐王相争 待到齐王登基 必遵您掌公主之位 许十亿万户 我默然看向他 抬起一脚将他踹倒 秦广小人行径 为了夺权 罔顾百姓性命 本宫可不是 我将视线扫向在场齐余官吏 齐王全欲熏心 非圣明之君 你们之中有不知府台行径者 迷途之凡者 良心未明者 此刻为本宫带路去取粮赈灾 本宫可为你们向陛下上表陈情 许你们以功带过 这话一出 当场便沉默了 过了两久 同知和通判一同出列 愿为殿下效劳 刘勉牙关紧咬 低骂了一句 不见棺材不落泪 言罢 也拽起跑百 跨上马与我们同去了 一众人马踏过扩大航道 终于来到苍林所在 正在我要叫人上去开门时 一道熟悉声线 破空而来 且慢 又是霍瑶 他带着州府驻兵前来 拦住了我的去路 公主殿下误动 否则别怪霍瑶无礼了 公主府的兵族将我团团拱卫住 我眉间微调 像禁卫要来我冠使的公母 你果真早投靠了秦广 霍瑶面色微沉 躲开我的视线 殿下 眼看陛下龙体每况愈下 太孙年纪尚幼 唯有齐王堪当大用 霍瑶投奔齐王权是为了霍家 为了殿下 为了本宫 是 殿下顾念与先太子的兄妹亲情 不惜为了太孙与齐王为敌 届时齐王继位 岂能有殿下好活 霍瑶投靠齐王 只求利歇功劳 将来保存殿下性命 为了太孙 齐王继位 我讽刺一笑 举起弓弩 直直对准霍瑶 那就让本宫瞧瞧 你所投奔的齐王 究竟能不能登临大宝 霍瑶看见我预射箭 瞳孔骤蓝紧缩 殿下这是要做什么 你及时侥幸伤了我 这些公主府位 又如何敌得过州府的卫兵 是吗 我嘴角琴起一抹笑 拉弓 松手 箭矢直直没入霍瑶右臂 哐郎一声 他的长枪疏然坠地 同一时间 仗内府点军 在霍瑶岭的人马中出生 静阳公主府仗内府点军赴命 不如公主使命 劝降苏杭卫兵 任凭公主差遣 话音一落 卫兵的枪头立时调转 只将霍瑶围在了其中 霍瑶捂着鲜血淋漓的手臂 眼中全是不可置信 良久 他却又勾唇笑出声 殿下真的以为 齐王的布置就只眼下这些吗 出言挑衅 我又捏起一只箭矢 张弓搭箭 将他左臂一起刺伤 霍瑶脸色惨白 体力不支 栽倒栽地 眼神却仍旧倔强地盯着远处 不知还在等着什么 游手成将士从远处跑来 满脸是汗 眼中焦急飞长 他扑通一声跪下 都眸不整 颤身回禀 殿下不好了 驻扎在城外的军户 滑遍了 闻言 我居然转身 双眼灵力地 看向地上的霍瑶 却见他紧绷的神情 骤然放松下来 仿佛松了口气 我怒从心起 提起长剑 快步走到他身侧 又一剑狠狠刺入他肩颈 霍瑶 你和秦广两个畜生 为了夺权 竟然煽动滑遍 你们还有没有半点良心了 这些军户 常年驻扎在城外几十里外 凭速训练有当 专为战时所需 远非城内这寥寥兵族所能匹敌 而如今苏杭逢大雪 粮食日息 他们自身乃至在城中的家眷 都为此所困 这些人的情绪 本来就以濒临极致 岂能受得助勤广有意较缩 或要身体软倒在地 淋漓鲜血 将一地素白积血 如染成刺目的红 他强拉出一个笑 殿下若就此收手 霍遥还可为您驱使霍家军 镇压滑遍 否则 我居高临下看着他 霍家军此刻就在城外 他们岂敢违逆黄命 坐视滑遍而不理 那殿下尽管试试好了 霍家军几十年来 只有霍氏人才能指挥自如 眼下在苏杭的霍家人指我一个 是吗 我垂眼看他 嘴角抿出一个狠淡的笑 来人 我高声喝道 将霍将军架起来 台出城 去让他亲眼瞧瞧 本宫如何指使他的霍家军 公主府位随本宫出城 战位府点军留守城中 将苏杭城位分座十二路 其中八路分堵八道城门 余下四路守住府台关底正侧门及水道 任何人不得出入 我携人出城 一路上门户紧眼 却仍有无数双好奇的眼睛 偷偷往外窥 今日天晴无雪 但白天上甚至久违地起了似太阳亮 只不过泼下的光却是清的 冷的 像剑刃上反出的冰冷的光 我登上城楼 纵目下望 泥雪地里一片烟尘蒸起 霍瑶被人压到我身旁 按着头被迫下望 只是局势并不如他以为的那般 被暴怒的华辩君单方面轻压 反倒互有来往 一时竟没分出胜负 这怎么会 殿下你哪来的兵 我伸手掐住他驳梗 迫使他直视城下 霍瑶 你睁开眼睛 好好看看 那是谁的兵 是 是霍家军 他男生道 霍家军 霍瑶 本宫在教你一个道理 这天下没有什么霍家军 李家军 张家军 他们都是朝廷豢养的军队 自当为朝廷分忧 不可能 即便殿下巧舌如簧 使他们一时成福 又哪来的将帅统领他们 我默不作声 视线跳向战场内 一个修长秀刃的女子身影 女人一身引甲 红鹰枪半身 调度四方 威夷万方 霍瑶随着我的视线看过去 呆滞了两久 这才不可置信般脱口而出 乡子 底下那人正是何乡 许多年前 他有另一个名字 霍乡 十多年前 古阳关一役 先汝阳侯遭亲帝暗算 没死于敌手 而死于阴谋暗算 现在的汝阳侯 虽折了一双腿 可却换来绝位成绩 但他由不满足 连兄长一下的毒女都不放过 一次意外当中 我救下霍香 从此留他在身边 许他报仇夺绝 使他为我所用 这次南下 不单为了震灾 更在于我要趁此机会 一举夺了霍瑶的兵权 使天下闻名 骁勇善战的霍家军 成为我的仪仗 谁知 正是当初这一决定 反倒在这一刻救了我 霍香不负我所托 不单收服了他父亲的旧部 还为我镇压了华便 霍香武功高强 军士才能也出众 对付一个地方 煽动华便的首领 不成问题 他将那人压述好 欲调马回城向我回禀 但那首领极不服气 才到城下便大声 赤马出声 你们这些玩弄全数的 达官显贵 几时将我们百姓 放在心上了 你此番请了我 又有什么用 只要苏杭的百姓 仍未有口粮 度过这次血灾 一个我死了 还有千万百姓 会反叛的 听此 我脸上多余神情 站在城楼上 对霍香打了个手势 让他将这人放了 那人站在城楼下 不可置信地看向我 我却回身 走到城楼上的聚鼓前 俯身拾起鼓锤 重重击在鼓面上 浑厚沉重的鼓声 广播四野 城外缠斗的兵族 一时晋升 仰起头朝我看来 四下一片沉寂 唯有风声锁锁 我放下鼓锤 将我的面目 朝向所有民众 朗声道 众位将士 都是朝廷的子民 子民受苦 朝廷未有一刻感冒 今日 我以静阳公主的身份 向你们发誓 镇栽梁即刻就到 还请众位信我 长使转手看我 低声道 殿下 我们才知 镇栽梁被齐王劫去了封地 即便现在派人去夺 恐怕也 我目光深远 坚定道 长使信我 线下急遣人去搭州棚 说完 我看向远处风尘交混处 暮色平静 闻讯而来的百姓越来越多 日头越挂越高 四下却人无动静 城中逐渐躁动起来 似乎再没个如意的章程 便会冲上城楼 将我吃吞殆尽 长使紧张的嘴唇发白 鹅脚躺下一滴 痘大的汗珠子 正是这时 派遣去各处探听消息的 小兵满脸喜色地冲上城楼 大声叫嚷 来了 有人来了 东西南北各处都有人来 看样子像是运凉车 我终于松了口气 江之云 到底没叫我失望 其实早在居扬遇刺时 我就猜到这次赈灾粮应当不会安稳了 但我手中人马不足 根本派不出多余军队去和秦广强抢 既然这样 那只能另辟蹊径 苏航附近各州府虽有存粮 但都不同程度受血灾影响 岂能愿意出粮 这种情况下 便只有一处还有存粮 各地粮商 但即便为了赈灾所需 也不能硬逼他们限粮 于是 我曹你张成 将原本120文一斗的米价 直接报台至180文 且派江之云将此消息散播 至附近州府的粮商耳朵里 暴力之下 自然有粮商源源不断地压粮前来 天下嚷嚷 皆为力往 天下息息 皆为力来 至于多出的部分粮价 一旦供给的粮食超过需求的 自然会反降下来的 而现在 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或相留待此地 维持赈灾秩序 其余人随我回城 府台关底 林仙阁 我领兵一路直奔 刘勉关底那座神秘的林仙阁 直到门前 左右是从街不赶篮 我提脚踹开房门 但见一片灰暗中 赫然坐着个青年男子 秦广 你果然在这里 这人正是得飞之子 刘勉外生 我的一母帝齐王秦广 本应在封地的他 此刻竟然出现在苏杭 他冷笑一声 本想亲眼一睹黄姐狼狈之态 没想到黄姐如此心机深沉 这等死局也能叫你逃脱 你什么时候知道霍瑶是我的人 秦广道 我叹息一声 霍瑶是眼盲心下 可也不是个全无作用的废物 当日居扬欲刺 我将俘虏的刺客交到他手里 谁知他竟让刺客自裁了 由不得我不怀疑 他秦广正了正 玄吉势然一笑 这局不过你显身半愁 待来日 没有来日 我截断他的话 什么 秦广皱眉 似乎不知道我什么意思 真要论起来 我身上只有善离封地一桩罪 父皇不会因此就杀我的 他嘴角逐渐扬起的笑 还未完全舒展 就居然顿住 他恶然低手看去 他胸前多出一个血窟窿 正是我提件刺入他胸膛 你 武帝 当日秋显 你设计太子兄长死于野兽之口 就该想到今日的 他双目圆睁 跪倒在地上 大口喘息着 我是设计太子兄长不假 可是秦香 你敢说自己当日没听到兄长求救吗 你难道不是 也野心勃勃盼着他死吗 不带秦广质问的话说完 我手中的剑往皮肉里更深一寸 乌红的鲜血越躺越多 秦广软倒 身体彻底不动了 致死都是满目震撼 我看着地上的尸体 一字一句 齐王秦广善离封地 本宫园欲压戒其进京 待父皇亲审 奈何苏杭民愤甚嚣 齐王死于暴民之手 皇姐甚痛心 处理完苏杭大半事务 我才率人返京 这时冬去春来 万物都起复苏之态 只有我的父皇身体快不好了 他已无力理政 太孙勤勿又年幼 朝中诸事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 我为先汝阳侯平反 将献汝阳侯一家治罪 霍瑶自然难逃成戒 一并被下了大狱 父皇听闻此事 强撑着一口气把我召进皇宫 他躺在龙榻上 脸上勾壑纵深 须发皆白 比我离京震灾当日 看起来似乎还苍老雷弱一些 我摆了摆手 让殿内服侍的太监宫女出去 父皇双目怒争 喉间发出咔咔声响 却仍旧没有阻止那些人离去 我叹了口气 从案头端起汤药 准备亲自喂他喝 奈何他双眼死死盯着我 猛地撇开头去 良久才挤出几个字 齐王 我挑眉 微笑道 父皇说五弟呀 他善离封地 不知怎么就跑到苏行去了 被当地暴民踩踏致死 不过女儿心善 将他的尸身 哦 肉泥 运归京城了 届时以王侯之礼后葬 说完这些 我才恍然大悟一般 反问道 父皇令我南下赈灾 不就是想让我收回兵权 且顺道铲除齐王势力 以防他往后威胁悟儿皇位吗 父皇浑身颤抖 不是 不是的 不是 那父皇想的是 由我与五弟相互缠斗 欲磅相争 两败俱伤 好叫乌儿将来不费吹灰之力的亲政 可惜呀 我垂下头 遗憾地摇了摇手 女儿会错意了 父皇沉默良久 满店都是沉郁的药草味道 店外长风掠过 吹进店内 撩得账漫速速而动 不知过了多久 他这才哑声开口 秦香 我要你发誓 绝对不夺乌尔的皇位 待他年满十六 立刻还正于他 我红唇轻痒 但笑不渝 这个高傲威仪了一辈子的皇帝 在这一刻 眼底终于慢起些惊恐情绪 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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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声音如破败的柳絮 一声声叫着我的名字 甚至开始祈求 你自小到大 父皇都最疼你 你所有兄弟都急不上你 你就当感念父皇 别和物而争 好不好 父皇对我是宠 还是爱 老皇帝浑浊的双目一顿 不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我毫不在意 继续道 父皇不说 我就当是爱了 父皇既然爱我 就再疼我一会 将天底下最好的东西给我吧 朱差华肠 金玉起罗当然好 可我想最好的 我后退一步 恭敬行了一礼 父皇且安歇 女儿先告退了 我又去见了江之云一面 他虽有恭于我 可名义上还是霍家的人 霍家人下狱了 他自然也逃不掉 预防阴冷潮湿 半空中弥漫着沉甸甸的霉味 我缓步入内 江之云见我来 不由冷嘲出声 公主殿下好伶俐的口舌 骗得我为你解困 却依旧要取我性命 可笑我当日真因你一面之词 怀疑起我亲兄长了 我无视他的言语 静止走到他牢房前 掏出钥匙 将他放了出来 望着他不可置信的目光 我轻声道 水能在舟亦能复舟的道理 我自幼就知道 我说过没有杀你阿兄 便真不是我傻 巧言吝啬 江之云雪白脸颊裹上些许灰埋 眼瞳却依旧清亮碎明 公主就这么放我出来 不怕我效法之前 引诱或将军的法子 再将你看中之人红走吗 我最想看公主重叛亲离的模样 她将脸蛋凑过来 满眼挑衅之色 我伸出细长指尖 微微掐住她面颊 双目指示她 江之云 不要借助任何人的力量报复我 任何人都不是你 任何人都不会 永远臣服于一个女人 年轻鲜嫩的皮囊 现在 我亲自给你一个机会 如今 留免被销关 苏航百废待兴 正需要人才 只要你走上这条路 将来为及人臣 封侯拜相 如果到时你还觉得是 我害得你兄长身故人亡 那就用我亲手赐予你的权柄 狠狠赐入我的胸膛 一场犀利春雨中 父皇终于撒手人寰了 我披了江之云南下的一城 又着手准备父皇的葬礼 与勤务的继位大典 百忙之中 看守牢房的兵族 居然给我递来消息 说霍瑶无论如何 都想见我一面 我靠在椅背上 难得生起些斗区区的心思 一个将死之人 费尽心思在我面前蹦打 可不就如区区一般吗 我割下手里的事 去了牢房一回 这时的霍瑶行销鼓励 蓬头垢面 根本看不出 从前意气风发的少年将军模样 殿下 他喃喃出声 想叫我给他松绑 我叫人搬来一挡 瑶瑶坐着 不必了 你就这样说吧 他谋色一暗 低声道 我恋慕公主 自小就是 从来没有想过 要移情他人 我漫不经心地恩了一声 殿下不信我 当然信 我放下双手 似笑非笑看着他 无非就是你投靠了齐王 为取得他信任 扬作于我决裂罢了 诱惑者 所谓的疏远 我就是为了 在齐王面前保护我罢了 殿下 他眼底陡然一亮 可是 你为什么要投奔齐王呢 我慢慢道 是觉得我女子之躯 必败于齐王 还是 一个张扬跋扈的静扬公主 远不如一个败于齐王之后还要 仰仗于你霍瑶庇护的琴香 小一婉转 霍瑶勃然变色 我呼绝无趣 转身朝外走去 基于殿下 是我一人之过 请殿下放过我家人 我头也不回 霍侯因当年古阳关一处死刑 不过 本宫也不是毫不尽人情的人 还为你霍家留了一脉 你堂子霍香 将来会进成你霍家宗族家业 言罢 我再不停留一步 我走出牢房 天中一片灿灿春阳 照到人身上 细枝末节的经络都温暖起来 不知怎么 我忽然想起来 幼年养在皇祖母膝下的一件事 那时西藩供上来一只 水晶琉璃制的黎弩百剑 通体晶莹剔透 真叫我爱不释手 有一回年节 福王夫妇携幼子进宫贺拜 那位堂弟不知怎么也看上了那只百剑 他趁我不备 溜进我店中 偷偷将那百剑抱走了 直到半月后 被福王夫妇发现 这才巴巴的送回宫来 我看着被巡回的百剑 隐隐瞧见 黎弩尔尖刻出一个很小的缺口 突然觉得兴致缺缺 道一声东西我不要了 叔父叔母拿走吧 便头也不回地离去了 后来黄祖母笑我 性子当真跟个小孩一样 一件心爱的东西 只遭别人碰一碰便不要了 而现在 会摇与我来说 就是那个残缺的黎弩百剑 我的东西 一定要最完满 最珍贵 最美好的 一旦有了缺口 无论是浪子回头 还是另有隐情 都不重要了 可惜 我曾经真的心意过霍尧 我甚至想过 等夺了他兵权以后 就将他养在公主府宅邸 叫他做个侧君 底下一群小军 权归他管 就如他从前在军中 同管众人一般 为此 我还认真筛选过 朝中性情公顺 出身寒威的臣子 有了这样的人做驸马 将来也不会有人 给他委屈受 这般良苦用心 他却无福消瘦了 但这有什么关系呢 年少时 这道摇晃过的风 也急要消散了 父皇已逝 勤勿年幼 我的天地还辽阔 江之云翻外 我叫江之云 生于为阳 父母死的时候 我还年幼 许多事都不记大清了 唯一记得的是 阿娘临终前 瞪着一双 阴病红疫的眼 死死拉着我的手 一字一句说 云娘 你兄长是读书的材料 阿娘走后 无论如何都要供养 你兄长继续读书 她逼我起誓 亲耳听着我 复述了她的话 这才心满意足地闭了眼 那一年 我人还没有记住高 却已学会 坐在积住前仿杀织布 供养兄长 围阳的天多潮啊 有时 我要跪坐一整天 到了晚上 两条腿便沉甸甸地湿疼着 可我连哭也哭不出 根本不知道 如何疏解这种疼痛 我抱歇已在墙角 听兄长在阁房中 高声朗朗 她读君子七肾 读魏征的 十件不课中书 字字朱击 阔远的像天上的月亮 但兄长不许我听她念书 她会冲出来骂我好高物远 不知天高 一个小女娘也想窥听圣贤 被兄长骂过后 我便悄悄去镇上的书堂跑腿 能听一听那些书生嘴巴缝里 露出来的字句也是很好的 我以为我的一生就是如此了 但在围阳一场又一场灰蒙蒙的音语当中 静阳公主来了 她脚矿山除贪官 成了所有围阳百姓心中的恩人 就连我心高气傲的兄长提起她时 眼中也闪烁起遮掩不住的金光 胸肠动身了 她写上几幅字画 准备去静阳公主下榻的穷花关外玉脉 可当天晚上 兄长就浑身是血的被抬了回来 我吓了一跳 连忙上去搀扶住她 她一边吐血 一边让我去请郎中 我六神无主 只好依着她的话请了最近的座堂郎中 但那郎中匆匆上了门 一看我兄长面目 不知为何就不愿失真了 把秀一甩就离去了 兄长满目绝望 生机越来越薄弱 她冰凉的手拉着我 一声声哀叫着 她说 云娘 云娘 静阳公主害我 她害我 兄长死了 我木然为她操办了丧事 一时之间丧失了人生所向 之后漫长的一个月里 我的脑中一直萦绕着兄长死前的惨状 梦里都在叫嚣着让我为她报仇 我被搅扰得日夜难安 终于决心要报复那个高高在上的公主殿下了 可是她远在京城 身边互从无数 我要从何入手呢 我攒下银钱 终于入到京城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静阳公主 踩着一位小将军的膝盖下挛轿 我看着公主对那一声 甲州的少年将军微微笑了一下 他应当有些在意这个人吧 我终于有了眉目 后来 我听说这位霍将军要去山西平叛 我一路追随过去 终于找到时机 将自己伪装成一个被草扣杀害全家的孤女 总算让霍瑶收留我在军中 霍瑶性子有些冷 最开始根本不愿意见我 就连他身边的副将也暗地里 讥讽我不自量力 可后来他被草扣流石所伤 重伤昏迷不行 我知晓机会来了 于是衣不解带地照看了他三天三夜 第四日清晨 霍瑶醒了 看向我的眼神已不如最初那般冷漠 仿佛有什么东西悄然融化了 我松了口气 又觉得无尽地怅然 我反问自己 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报复一个女郎呢 可我卑贱如泥 又能有什么更好的法子 我满怀期待地跟着霍瑶回了京城 以为这样晋阳公主就会难过 可他只是居高临下地扫了一眼 仿佛看什么楼椅尘埃一样 轻飘飘地就离去了 我心中的怨愤之情更深 叙事给他沉重一击 终于让我等到了这个机会 居阳近郊 他遭刺杀 我眼看着霍瑶寻去了他身边 高声呼救将他逼了回来 但他竟然没有死 既然如此 那只能我自己动手了 帐外风雪微影 帐内 静阳公主早料到我心思不纯 她夺走我的匕首 还企图挑拨我和兄长的感情 我冷嘲一笑 不认为这个害死我兄长的 刽子手说出的话能叫我动容 可公主实在是宫心的天才 她对我说 这里没有江之云的兄长 只有江之云 我如同备佑 心甘情愿帮她 甚至天真稀奇地想 要是公主真如她所说的 没有害我兄长就好了 苏杭是了 她率人回京 我和霍家人一同背下了大雨 就在我身毁自己轻信了她时 她却亲自来探看我 一言不发地为我打开牢门 我又在激嘲她 可她魂不在意 洒脱自如地要将我送上一条 通往权柄的道路 临行之前 我去见了霍乡 我问她 既然静阳公主的父皇能靠 汝阳侯兄弟系强逼死前汝阳侯 你就不怕静阳公主 也效法她的父皇吗 霍乡自信一笑 疑神疑鬼都是那些自存示弱的帝王做的事 而殿下不一样 他自信他自己就是最好的相 最良的将 所有人只是来辅佐她 绝无可能代替她 我似懂非懂 拱手别过 而后 静阳公主 加封府国公主 一揽朝中大权 我也留在百废待兴的苏行 着手恢复生息 然而 越做这些实事 我就越能感觉到 力不从心 索性殿下还派了人来辅佐教导我 他对我说 我是他见过的 最有理正天赋的人 我有些茫然 不禁想 这样就算有天赋了吗 那要是当年去念书的 不是兄长 而是我自己会怎么样呢 我开始质疑起兄长对我的感情 他要是真的像我记忆里那么疼爱我 怎么会窜夺他 手无腹肌之力的妹妹 去和位高权重的公主对抗呢 我派人去彻查了当年的事 终于得到一个意料之中的结果 静阳公主 当年真的没打杀我兄长 而是百姓窒息 他有意冒犯殿下 群情激愤下殴打了他 连那个不愿施救的郎中 也是为此 直到这事的时候 是苏杭最寻常的一个夜 清零零的月亮挂在天上 我常常出了一口气 珍了杯酒 倾洒在天地间 兄长 往后的人生 我便只走自己的路了 之后的许多年里 霍香扫东夷 平南蛮 破湖腔 而京城中公主殿下 也变成了皇帝陛下 小皇帝体弱又顽固 不堪成绩大统 到底下了一道诏书 镇公寓下 是凡皇姑 情以代之 我在苏杭任上 做得一年比一年好 终于被调回京城 陛下风采如昨 照我觐见 韩孝叫我爱卿 他没有再提起 当年我俩的 举语 或许我们谁都心知肚明 眼下我早已 对他心悦成福 我进了尚书省做事 有其他官吏来我跟前讨巧 当中一个使官登门拜访 满脸愁苦地把为难事说与我听 他编撰史书 不知道要如何把陛下 故多职位的行径合理 他问我 将又成追随陛下多年 可知道陛下当年是否为其王和先帝破女 仿佛这样 他的一切野心都情有可原了 但 为什么呢 倘若今日继位的是其王 这些人只会说他雷霆手段 纵横百合 是个枭雄人物 但轮到了陛下 他们就觉得他身为女子不该生而有野望 是被逼迫到极致了才无奈反抗 可我早就窥探到了陛下的野心 是许多年前 他以公主之身 却对我说出为君之道的水能载舟亦能复舟 还是更早以前 他具了所有福乐安康的封号 强硬地责了晋阳二子 晋者 亚日也 太子之前 军国之厨也 晋阳又是本朝龙兴之地 更甚者 他身边有个相伴多年的婢女 如今在宫廷里执掌内务 那位姑姑叫阿喜 国之重器的喜 他从未掩饰过自己的野心 只是世人总以他的公主身份 而刻意忽略了他的追寻 不必过多搅事 请使官丙笔直书吧 陛下生而有望 不需要任何苦难家事 这没有错 至于纷纭种种 就留待后视评判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